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 美国应该考虑构建一个 类似北约的太平洋联盟 来制衡中国 有关详情 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 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是 湘云 那么这是美国联邦众议员 塞斯莫尔顿 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 是学会做的这个上述的这个表态 那他在这个智库上呢 是阐述了他在美国对外 和这个国防政策上面的一些想法 那么他是认为呢 对美国来说 最迫切的威胁是来自俄罗斯 但是长期来看 中国的问题更大 尤其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 正在赶超美国 那这位来自麻塞诸塞州的 民主党级众议员 他是认为 面对这些挑战 美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 需要具有他所说的下一代思维 必须要会运用新技术 来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 并且取胜 那我们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 是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旨在推动美国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那以缺弱 这个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强势镜头 莫尔顿议员认为 这是积极的一步 但是美国还应该做了更多 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显然这是朝正确方向 迈出的积极一步 但是做得太少了 如果和中国所做的相比 没有资金承诺 没有我们要怎么领导的计划 中国的计划更认真 雄心更大 我认为行政令 也许不能有效地阻拦他们 只能在边缘削弱 我们需要一个各政府机构参与的 更为协同和齐心协力的应对措施 那么在国防和武器方面 莫尔顿议员认为 美国必须要发展更小型 价格更低廉的下一代武器 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 并且在人工智能超音速 和网络武器方面投入更多 那么此外 莫尔顿议员认为 美国还应该改善和加强 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关系 那他认为 美国应当思考 构建一个新北约 以制衡中国的必要性 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毫无疑问 北约对我们及其盟友 在应对挑战方面 难以置信的有效 我们如今在太平洋 也面临完全相同的挑战 也许不会和北约完全相同 显然名称也不会是北约 但是我们应该探索那种形式联盟 把我们在太平洋的非正式联盟 正式确定下来 莫尔顿当选众议员之前 曾在美国海军陆转队 服役四年 那期间参加过伊拉克战争 那他新教发表这些 外交政策观点的一天之前 曾对美国一家媒体表示 他正在考虑是否参选 2020年的总统大选 小明 感谢记者墨宇的连线报道